本文獲鳳熙健先生授權轉載至 鳳熙健十三維度Patreon 標題為與譚家明、譚張國榮 眨眼哥哥張國榮已逝世二十年 昔席《烈火青春》4K修復導演版昨日首映 身在外地的導演譚家明沒有出席 我心血內潮今早就跟譚導演通電話 問他與Leslie合作的往事 談了近一個小時 今天先說張國榮 明天繼續說《烈火青春》 1982年譚家明為何會找張國榮來演呢? 張國榮那個時候還是麗的電視藝員 半紅不黑 譚家明留意到他拍過一些青春片 但不認識他本人 第一次見面 在某日中午 偶遇在中環置地廣場 Leslie剛剛從樓上的Boutique下來 走過大堂 手拿著名牌購物袋 譚家明覺得他很有氣質 後來照拍《烈火青春》 譚到覺得Leslie適合演副家子弟Louis 就找了他試鏡 當時Leslie跟麗的一位女演員一起來 她是黑黑實實健康型的女生 不記得什麼名字了 Leslie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她很投入認真 很Refined的一個人 說到張國榮拍《烈火青春》的表現 譚家明表示非常滿意 Leslie的演出 就像我拍《殺手蝴蝶夢》時的梁朝偉 你要求什麼 她都可以交到課 Definedly is professional 當時Leslie雖然經驗不多 但因為她很努力、很認真 而且令誤力非常高 拍出來的效果 總令我有得心應手的感覺 完全不用我擔心 之後譚又補充 其實不止張國榮 列的另外三位演員 湯震業、葉童和夏文藉 都演得一樣好 在這裡我猜開一下來講一件事 我記得譚家明幾年前 和我說起一件日事 拍《殺手蝴蝶夢》的時候 梁朝偉其實有點不滿 因為譚家明花了很多時間指導中震途 就沒什麼怎麼理他 譚笑著說 實情是梁朝偉演得非常好 我才不用花那麼多時間來理他 言歸正傳 說到拍攝期間的難忘時 譚家明說 張國榮當時不是很紅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或者其他問題 偶然會心事重重 很moody 有一場戲 拍張國榮送葉童回家 葉童被前男友趕出去 不知為什麼 那天張國榮總是好心散 但完全入不了狀態 譚家明開始有點火了 幾乎想罵張國榮 但轉個念頭一想 沒理由為了這些事來罵他 考慮到張也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就把張國榮拉到一邊 在樓梯底心平氣和地問他發生什麼事 譚家明如實地告訴他他的感覺 喂我感覺到你有心事 進不了狀態 張國榮總管沒有披露心事 但聽到導演的意見之後 就馬上收拾心情 之後很快入戲 譚說 這個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事 那天他好像有點憂鬱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內心有自己的世界 但是他很disciplined 我一說出問題 他就能夠立即恢復狀態 是進入角色 很專業 聽到這個故事 我覺得譚家明也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雖然很多人覺得他表情嚴肅 有一種他人於千里之外的氣場 但是他很懂得尊重演員 不會隨便傷害他們的感受 後來張國榮拍王家偉的電影 有兩出是譚家明剪接 《阿非正傳》和《東邪西毒》 我問譚 張的演技有沒有轉變? 譚回答 是越來越好 例如《東邪西毒》開場 張國榮有一段對白 推銷殺手生意 我覺得他演得非常出色 感覺好像沙士比亞戲劇 譚認為在《東邪西毒》中 張國榮的角色和演出 是最solid 也最有gravity 最後譚家明提到 拍《烈火青春》的時候 有天張國榮和他提及自己的偶像 Lesley希望建立一個形象 好像陌生女子的來信男主角 Louis Jordan那樣 Louis Jordan是法國演員 不算非常受歡迎 但是瀟灑梯堂 文質奔奔 有藝術氣質 張國榮的偶像就是他了 這個是他親口告訴我 口合的是張國榮在列演的角色 也叫Louis 但跟Louis無關 那個英文名是取自譚導演的朋友 陳國希 職業和後來的老公 我問譚當時聽到張國榮這樣說 你有什麼反應? 譚邊笑邊答 我說 好啊你真識貨 你細心看 其實Lesley是有Louis Jordan影子的 她做到那種感覺 今天認識Louis Jordan的人應該不多了 王論視她為偶像 都是如煙的人物 屬於那種細水的年華了 但是當你看到天上星星 總會想起張國榮 本文章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 不反映大紀元立場